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赛场之后送给观众的热包子 这么多中国传统美食在眷村几乎都能品尝到 1949年后从大陆各地轻移到台湾的国民党老兵和他们的眷属 组成了眷村这个特殊的群体 宝岛一村就取材于台湾知名电视制作人王伟中的眷村成长故事 台湾眷村数百个眷村的故事都大同小异 然后对大人来讲他就是原本是一个像大名一样的一个暂时居住地方 对小孩来讲就是儿童乐园了 三个半小时的宝岛一村通过三家人的生活来展现眷村历史 而其实这三家人身上又浓缩了二十多个眷村家庭的一百多个故事 台湾著名导演赖申川与王伟中合作 把几十年光阴流转化作让人悲让人喜的戏剧故事 而在散场后每一位观众都能领到两个热气腾腾的肉包子 这个创意正来自赖申川 因为包子在剧中是个特别重要的情感道具 戏中只要是碰到各种 好比说聚会都是他会发包子 所以我觉得演出完如果每个观众手上可以拿个包子 那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那天天包子跟我们眷村人很有关系 它代表温暖 尽管是发生在海峡对岸的故事 但大陆观众同样看得感同身受 因为我就住在台湾对岸福建 所以很多感觉是一样的 包括那个风俗习惯啊 说话什么感觉都很非常亲切 就我们有很类似的这种经历 类似的文化背景 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东西 好久没看这么好的花剧 宝岛一村在台湾的首演是在2008年的12月份 那这一次到北京演出已经是他的第69场了 而且呢在联演三场之后也将会暂时结束在大陆的巡演 这一次对于宝岛一村来说可以说是一次回家的演出 王伟宗他的父母都是北京都是北京人 然后都是从南原机场坐飞机到台湾的 所以这个眷村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 此前在台湾刮起眷村旋风的宝岛一村 先后在广东上海等地演出 北京是这次大陆巡演的最后一站 世纪剧院1700人的观众席全部坐满 有过将近70场演出经历的演员们 也不禁对这站演出相当紧张 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在开演前 每个演员都还蛮紧张的 一直到观众有反应之后我们才比较松了 对啊但我们很高兴 尤其在羡慕的时候 我看到观众的反应这么热烈 我们自己也很感动 而为宝岛一村提供了大量眷村素材的王伟宗 更有一个希望 希望眷村这段历史能在北京老家 得到流传 在北京我想讲的就是说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说 台湾第一代的眷村人已经凋零了 那就我们这代来说故事 就是我们总希望这个属于民族的故事 能在中国人社会里面 世世代代说下去 然后我也说同时就是 我父母那一辈 他们的故事就是带回来给老家人看 宝岛一村的演员当中呢 有三分之二都是眷村子女 可以说演出的也是他们最为熟悉的故事了 那宝岛一村当中有一个女演员叫万芳 他就表示他非常希望能够把这出舞台剧 献给自己的父亲 舞台上这位只会说闽南话的台湾女子嫁到眷村 慢慢学会流利的普通话 甚至跟着眷村太太们学会做各地家乡菜 这就是万芳在宝岛一村中扮演的角色 这位曾凭心不了情唱红华语歌坛的女演员 从小在眷村长大 正式排演宝岛一村 万芳说与父亲的情感有了更深入的连接 想到我父亲在1949年离开自己的家乡的时候 那时候才不到20岁的时候 然后后来当他第一次听到我奶奶过世的消息 我们那时候住在眷村里 我们那时候还很小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父亲在客厅里头 然后那个阳光从外面洒进来 我在屋子里就看着父亲的剪影 我父亲真的是放声大哭 也是排这出戏 万芳终于了解 祖籍福建的父亲 为什么总喜欢在菜里加点糖 然后我后来也才慢慢地体会到 说为什么我父亲在所有所有的食物里头 如果加一点糖 他就觉得好吃 那就是家乡的味道 在北京的唐姐一家 特意来看万芳的演出 一出剧引出两岸亲人见面的欢喜 看万芳演戏感觉怎么样 对他的情感 非常好 那么大的年龄跨度 演得非常好 有机会能够到北京来 也能够跟姐姐们见面 然后让他们也可以感受一下 我们在台湾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特别的有意义 宝岛一村三分之二的演员 在眷村长大 那里是他们永远难以忘怀的家 眷村的第二代 绝大部分都是想离开眷村的 因为他们觉得在眷村里面 其实是没有希望的 可是事后回想 眷村又是给他们最多养分的地方 所以在事后再做这个东西 你会对自己父母那一代 才真正有种了解 那究竟什么是眷村呢 其实说到眷村 这在台湾是一个特有的历史名称和现象 要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说起了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战白之后逃去了台湾 那过去的国民党军人和家属呢 就在一些地方集中定居了下来 形成了特定的人群和生活圈子 也由此产生了台湾特有的眷村现象 当年有200万国民党的军政人员 在台湾一些地方住了下来 他们的落脚地和聚居区都叫眷村 也有指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六十万军人 及其眷属落脚生活的地方 才叫真正意义上的眷村 但不管怎样讲 眷村不是一个自然地理及行政概念 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族群 特殊的产生 特殊的存在着 里面的人说着不同于当地方言的语言 以不同于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着 本来这些来自大陆的人们 以为很快就会回到家乡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打消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 而慢慢地涌入了台湾当地社会 但是对于当地人而言 他们始终是所谓的外省人 这些外省军人家庭在特殊封闭的空间里 左邻右舍间产生了许多有趣的话题 而形成了台湾特有的眷村文化 并且在今天还被眷村的后人津津乐道 五台具宝岛一村便是一例 另外那些来自大陆各地的军人家属 也把中华美食和烹饪技法带到台湾 衍生出现在独特的台湾美食 随着社会的发展 如今分布在台湾的八百多处眷村 已经所剩无几 眷村的消失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也标志着一种特殊生活形态的失落 而外省人一词 在台湾已经含有贬义 沦为政党争权夺利的工具了 好 更多新闻资讯来快速浏览一组要文快报